大家好,歡迎收看溫度手作的頻道,我是Vivian 感謝大家再一次的回來這裡收看我的影片喔 那今天是台灣爆發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之後的第三週 然後這是第三週的第二天,今天禮拜二 我的感覺是有一點快要受不了了 不對,因為我上禮拜就已經受不了了 到目前為止我只出過門一次就是上禮拜去倒垃圾 我真心的很感謝就是清潔隊的人員們 就是他們,我們可以躲在家裡,可是他們不能 因為他們還是必須要維持勢容的整潔 還有應付大家就是每天宅在家裡 不對,關在家裡產出的那些垃圾 我覺得大家現在在家裡產出的垃圾一定比平常還要多很多倍 因為在家裡就算你有正常上班 你還是會忍不住就是東摸摸西摸摸一邊做事 然後一邊嘴巴很癢想要吃點什麼東西 然後或者是擦個臉什麼 反正就是垃圾一大堆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辛苦 那真的很感謝他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還就是每天該收垃圾的時候 就是還在那裡接收我們的垃圾這樣 那我並沒有去做任何的採買 就是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有超棒的家人 就是會幫我偶爾路過我家 他們去採買路過我家的時候 就是drop一些東西給我這樣 那很感謝他們 然後謝謝我媽還有就是幫我準備那些東西 然後謝謝我妹夫妻不但幫我運物資 然後還帶我妹夫做超棒的歐式麵包 如果大家對歐式麵包有興趣 可以就是到秋影廚房去看一下 就關注他們一下 就是他們的歐包真的超棒的 那還有謝謝我阿姨就是 雖然她很客氣的說她只是出來就是放放風 可是我知道她很擔心我沒東西吃 就是還帶了她包的那個客家粽 還有她包的睡覺來給我 就是讓我不用擔心我要吃什麼 因為我雖然是一個吃貨 但我很討厭煮飯 不是不會煮 就是煮的不好吃 然後也不是不好吃 就是能吃可是沒有多美味 然後我又很討厭煮飯 所以真的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我之後可能還是會就是叫UberEats的那個外送 幫我就是外送一些比如說雞蛋阿 或是一些青菜等等的東西 我還是不會進那個任何的賣場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不安全 就是不是不信任那些賣場 而是我覺得大家好像把 例如全聯齁 大家好像把全聯當做 就是好吧我要去放風 我順便買個東西 買個物資這種借口 然後就通通擠在那裡 我真的覺得不OK 所以我還是不想要踏入 我可能還是會去7-11 因為聽說最近7-11人不多 然後他們也很緊張很害怕 所以我覺得還蠻安全的 大概就是這樣 那目前溫度包的出貨還是正常 因為我娘就說她覺得郵局超安全 因為郵局比大家還要害怕 因為郵局就是管控蠻嚴格的 然後清潔也很到位 所以現代人又少 所以也還寄貨還蠻安全的 所以溫度包的出貨還是以郵局寄送為主 就是都沒有問題 就是住在台灣以外的朋友們 如果對溫度包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網貼 我現在有英文版的訂購單 那也可以填中文版 然後註記你是要寄到哪裡 這樣就可以了 那出貨也簽正常 然後對我在家裡關的快要開笑了 所以就是最近比較常煩一些朋友 然後我們互相中午也會休息時間聊一下 欸你現在在吃什麼東西啊 然後你在幹嘛啊 然後也會跟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也 再度聯絡上了 然後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比較雞婆的關係 所以剛好就是跟我一樣就是被關到有點受不了 然後臨近那個崩潰點的一些朋友 就是剛好我跟他們聊到 然後就是應該有小小的幫助到他們 就是讓他們不至於就是覺得那麼痛苦 因為我也很痛苦嘛 我們就互相交換 最近就是關在家裡的一些感覺 跟我們都做什麼來排遣 就是快要抓狂的那種那種情況這樣子 那我自己就是除了 我來講一下我的一天好了 我現在其實比在家工作之前還要規律的生活欸 我真的覺得還蠻驚訝的 因為真的很無聊 所以我必須要比平常還要找更多的事情來做 就是你沒有限制的時候好像都覺得無所謂 我也不會特別想出門 可是一旦被限制了就會覺得特別的想出門 真的是人性很糟糕的地方 所以我一早 我現在通常就是八點半到九點半之間起床 那起床之後就是就煮個咖啡 然後先看看今天這一天計劃要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看看是不是帳單到期日啊等等的 就是看一下大概看一下有沒有什麼重要的E-mail等等 然後看一下今天打算要做些什麼 然後等混得差不多之後就去梳洗 然後吃個簡單的早餐 然後就開始工作 就是拼命的知我該知的東西 或是做我該做事 那大概到了下午兩三點 可能就開始真的有點餓了 才開始弄一點東西吃 但是不會吃很多 因為在家裡運動量不高 然後可能弄弄弄弄到大概五點多六點 就吃個晚餐簡單的晚餐 然後中間當然就是隨時問候一下就是各個朋友的狀況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崩潰這樣 然後 再來就是吃完晚餐八點看一下公司 我在那個下午都會看看一下防疫記者會 就是陳部長的還有兩點 還有那個絕對會看三點半的柯P的記者會 因為我覺得柯P的亞斯伯格陣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發揮得淋漓盡致 因為他只話只說 就讓人會有一種心情很安定的感覺 對 雖然有時候看到都覺得好好笑 因為他有時候形容的一些方式 我真的覺得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 可是真的太幽默 真的很有意思 那我會觀察各個各個市長或縣長他們在做他們疫情發布的一些訊息的時候的一些說詞 然後來自己來分析一下到底是應該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會完全相信他們說的話 因為畢竟他們有他們的立場跟角度 那我們只能做情報的收集跟參考 然後轉化成自己覺得應該要相信的東西這樣 那我大概吃完晚餐之後休息一下 我就會看一下七點的公視新聞 因為我覺得公視還是比較中立一點 那我會開完公視之後再綜合我下午看的那兩場的防疫記者會的一些東西 然後就是跟譬如說跟我的家人或是朋友稍微小聊一下這個東西 之後我大約九點到九點半消化的差不多之後 我就會開始進行我每日的hit鍛鍊 就是自從我小妹介紹我一位就是還蠻厲害的就是 就是算是hit之人嗎?就是hit就是hiit 它是一種運動就是鍛鍊身體的方式 然後這個我就不多解釋你們有興趣的朋友就自己去google 那我覺得蠻有效因為在過去這一年 就是就算還沒有疫情爆發之前 其實我也是長期坐著 even是我後來我開始就是會 因為我買了那個升降桌 讓我常常可以站著工作不用一直坐著 可是還是會偶爾忘記然後坐超時 所以我的腰圍就是越來就是有點就是水桶腰開始爆發 然後那個肚子 我那天聽到一個說法 原來美國人說那個小就是那個肚子 那個游泳圈叫做muffin top 就是那個muffin就是那個那個叫什麼杯子蛋糕嗎?不是 馬糞上面那個那個膨起來那一塊我真的覺得好笑 就是他說那個肚子的游泳圈叫做muffin top 反正說如何剪掉我的那一塊肉 我真的覺得太難看 因為我明看起來很瘦 可是呢偏偏就是我的肚 我的那個那個游泳圈越來越大 這不應該 這太太損害我的我的個人形象 就是我自己都不能接受 因為那個太糟糕了 褲子都快要扣不上 所以我我妹介紹了 他叫做那個那個職人叫做hether robinson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會補充在這邊 然後我就開始按照他的方法就是開始做鍛鍊 然後我主要集中的就是核心 比如說深蹲各種不同姿勢的 就是比如說加上手勢 手臂鍛鍊的那個深蹲 然後還有專攻就是去掉那個游泳圈的 就是腰部以下的動作就是瘦大腿然後鍛鍊腰 而且他很有趣 他就是有hit加皮拉提斯跟hit加那個bar bar就是其實前陣子在台灣還蠻流行 他就是集合芭蕾舞的動作的瑜伽 就是他有很多混合的方式 然後有氧啊什麼的 但是我就比較沒有做太大的動態的部分 因為我是在我自己房間做這些練習 然後空間有一點小 然後不是很適合做太大伸展的動作 所以我還是專注在先如何把我的這塊肉練硬 然後緊實然後縮緊 就是希望找回往日的那個小腹 就是腹肌這樣子 希望能夠趕快練好 然後我通常我一開始是先練個五分鐘 因為真的真的撐不了 平常沒有在運動的人真的受不了 我去年夏天其實也有密集的運動 可是後來就是有點因為太忙荒廢了 所以我荒廢了這段時間重新拾起運動這件事情 真的超級痛苦 我整整鐵腿的三天 就是鐵腿鐵手鐵褲這樣 然後就是 我一開始是五分鐘再十分鐘 然後就開始跳到二十分鐘 然後現在固定就是三十分鐘以上 那我絕對不會是三十分鐘全部都在做激烈的運動 我當然就是中間有稍微都會間隔的休息十秒 然後大概一個我盡量做到五十分鐘至一個小時 那我大概前三十分鐘應該是說前十分鐘是熱身 然後中間的三十分鐘左右就是激烈的運動 後面的部分就是緩和肌肉的那個剛才過度使用的部分 做一些伸展 然後大休息這樣子 那我整整執行 很嚴格的已經執行了一個禮拜 我覺得效果真的蠻好 我發現我的覺得有一點緊的褲子 現在已經稍微可以扣上 我真的很辛苦 而且我自從開始在家裡之後 我白開水喝的超級多 就是我發現 因為我不想吃垃圾食物了 所以我覺得想吃東西的時候我就喝水 然後我也發現因為我是坐在我的桌是 你看這邊很亮嘛 我是坐在窗戶旁邊 所以其實日曬是很大的 那被曬了嘛 天氣又熱之前三十幾度嘛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口渴 然後我就補充蠻多水分 我有發現大量喝水 大量流汗 大量運動之後 我這一個禮拜的整個生活的規律 比之前兩個禮拜還要更好 然後 沒有之前一個禮拜 因為這是今天才第三個嘛 上個禮拜是已經練了一整個禮拜 所以就比第一個禮拜在家裡 狀況還要好 然後我也覺得我的人變得比較精神 然後 覺得肚子雖然還是沒有很小 因為肚子是最難練的 所以如果你的肚子還好好的沒有游泳圈 拜託 好好的維持它 不要像我等到它已經有點不可收拾才在後悔 然後很難練的回來 很辛苦 可以練回來啦 但是很辛苦 Anyway總之 我會一直持續下去 那就是我一定要弄回來 就這樣 然後就是我 對 我可能就是執行了一個小時之後 我會回到我的桌前 站著或坐著休息 大概30分鐘之後 等到我的那個毛孔就是又收縮回來 然後不再大量流汗之後 我才去沖洗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做完運動 沒有先休息就去沖澡 我發現我的汗仍然不斷在排汗 然後洗完澡之後 甚至其實會覺得有一點不舒服 因為我還整個還在燥熱當中 就是毛細孔全張開 可是因為我又會很熱 所以當從浴室出來的時候 難免就是會想要吹一下電扇 或是冷氣開強點 這個時候就很不OK 因為我們全身的毛細孔都張開 那個時候最容易受寒 受寒就不好了 因為你一旦感冒 你的免疫系統就會下降 那萬一你又得出門的話 其實感染的風險就很高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做完運動 休息一下 你躺著休息也沒關係 就是讓身體冷卻下來之後 再去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沖澡啊幹嘛的 然後我大概就是大概全部都弄完 大概10點多11點 我就躺在床上開始 享受我就是在床上看看我的無聊 543的資料跟朋友聊一些543的東西 然後弄一弄看看想看的東西之後 我通常還是最近是維持在 1點到1點半之前一定要睡睡著 這樣子 這就是我的一天 通常如果出門就不會搞這麼麻煩啦 就是因為在家裡真的 我覺得不給自己一點紀律的話 真的是整個生活和身體的狀況 不但會糟糕 而且就是會整個大顛倒 這樣不好 所以這是我的一天的生活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子 那好啦就廢話不多說今天聊太多了 就是我來分享一下 我上禮拜跟大家說 我在知希先生的一件皮肩 那很神奇的 在家裡沒事幹的時候 工作效率超高 因為我昨天已經完成這件作品 並且今天已經定型完成 但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它很長 所以它的一些邊邊角角 我就沒辦法釘在那個板子上 讓它固定的很漂亮 所以我只能像其他大型的披肩一樣 就是掛在我的善意感上 讓它風感 那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我的線一開始是用 我是用北方木人的線 然後我第一個顏色 有四個顏色 第一個是芥黃 第二個是 我直接給大家看好了 一開始我是用芥黃這個黃色 然後再來就是漸層到 它的名字叫 墨關海上的深處 啊 墨關海的深處 就這一個顏色 比較滑 然後再來就是到 齊藍 就是漸層到齊藍 然後最後就是進入 那個梅果這個顏色 最後以梅果收尾 那原本呢 我一開始的計畫其實是 芥黃 然後墨關海的深處之後 是先接梅果再接齊藍 可是我後來知道 知道就是第二個 墨關海的深處的時候 我發現它其實 不像我在看整角線的時候的感覺 我在單看線的時候 我以為它會呈現出比較多的 跟梅果相 就是跟這個梅果相應的顏色比較多 結果不是 反而是齊藍的 這個齊藍的顏色相應的程度比較高 所以我後來直接就是 這兩個顏色對調 就是先織齊藍再織梅果 所以我覺得就是 這樣子的效果其實挺好的 所以就是計畫感不上變化就是這樣 就是你不織下去 你其實真的不知道到最後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好這算是我到目前為止 織過最繽紛的一件作品吧 對 看一下這個應該是 對這是正面 沒錯 它還是有正反面 這真的超美的 然後不要再問我怎麼圍圍金 好嗎 就是很簡單 就這樣子 我覺得這顏色圍起來真的還蠻不錯的 然後它可以圍非常多錢 來看一下能圍幾圈好了 來 從這個最短 好 一圈兩圈 三圈 呀 這冬天圍起來超防風的 通常我會圍很短 然後把它塞進去 這樣 所以你看整個脖子都會保護得到 或者是 把它 不要圍這麼多圈 把它 打個結 我很喜歡打個像啾啾的東西這樣 很可愛 但是 不覺得就是這樣子很 很有那個 很繽紛然後很開心的感覺嗎 就是很不錯 然後 我用的是 這四款線都是北方木人出的線 然後 它的成分是百分之五十的 牦牛 牦牛 牦 百分之五十的蠶絲 然後 它的特性就是很柔軟 很舒服 然後下水之後更軟 所以它是屬於比較輕盈 其實它的線 它是Fingering 可是我覺得它應該算是偏Light Fingering一點這樣子 就是還蠻輕柔的 輕柔的線 那 我覺得 這一次雖然沒有辦法好好的定這種腳腳 所以你看它其實多少還是會有點這樣子 沒有辦法就是拉得很開 就是如果你們家裡有足夠的空間可以 把它整個攤開然後定型的話 效果會非常的好 就非常的漂亮這樣子 那 我覺得蠻開心的 就是真的 真的還蠻美的 然後我覺得這款線材 在夏天的冷氣房也蠻適合的 因為它不會很 不會過熱 就是它 它是可以保暖 可是它又不會就是太 因為有絲的關係 所以它 它算是還蠻輕量的線材 蠻適合台灣使用的 嗯 大概就是這樣 那 那 披肩的名字 我一樣打在這邊 我上一集有跟大家說過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沒有辦法念出那個字 就是很抱歉了 就是 就這樣子 請大家參考 那我是用4mm的針 就是 我基本上 所有的披肩 除非有特別的需求 或是線材比較特殊 或是花樣有特殊 不然我都是 一般都是用4mm的 磅針 這樣子 好 那我這個織完之後呢 我昨天其實就是有點放空的狀態 因為 我有點就是 你知道 知完一個東西之後的那種成就跟滿足感之後 有 開始 又開始會有一點空虛 我知道很矛盾 然後也暫時會不知道自己要知什麼東西 那 我 上一集有講說我可能中間會穿插這個什麼別的 可是後來我發現 這一件因為太好玩了 然後又太簡單 所以我 然後 我只花了總共9天的時間 因為我是5月23號開始織 然後我是織到5月31號嘛 那 總共9天 我就織完了 就超快 其實真的是 蠻 蠻快的 那 我每一腳線其實只用了一半 我記得它這款線應該也是400多meter 所以我大概每一腳線大概用了200多而已 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中間偷個弦 我就 剛好拿那個也是北方木人他們借我測枝的東西 就是 這個是 他們的三色野蠶絲 然後我蠻喜歡那個 它的質地 是蠻舒服 就是 鏡頭上看不是很出來 然後我是拉一股這個 然後再拉一股這個 這個是植物染的印度手臉棉線 那因為 這個棉線是單骨 這是單骨的棉線 然後 單骨的棉線缺點就是它很容易 你拉得太過它就會斷 所以它 我不是 我不建議它單織 最好就是拉一股 像 野蠶絲它就是 任性蠻高的 所以你跟它一起 或是你們可以拉一股 細的蕾絲亞麻線 一起織 會比較安全 就是 你的作品才不容易斷掉 因為這個只要一用力它就會 因為棉嘛 它的那個纖維比較短 所以很容易就是會拉短 可是跟著 纖維比較強 強度比較高的纖維的線一起織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 我是先 隨便側打一個枝片 我是用私密的針 然後想要打一個枝片看看它的感覺 我之後應該會找個東西來打 可是應該不會用這個顏色啦 因為我只是用那個他們剩下來的線 然後剛好可以給我 就是測試一下 就是打出來的效果 對 大概就是這樣 那 喔 然後這個 印度手臉棉線呢 它其實是原色的線來台灣之後 北方木人他們就是用 就是在用植物染的方式去做染色 它這個顏色其實應該是鮭魚紅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鏡頭上面看起來 好像有點灰灰髒髒的 事實上它是一個很漂亮 有一點點像那個 Apple iPhone的那個玫瑰金 就是跟鏡頭完全不一樣 就是跟鏡頭完全不一樣 大概就是這樣囉 那這就是我目前正在玩的東西 那之後 上次講的就是我會用 我會再用兩腳不同漸層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之前弄的枝圖 那可能會先 這個製片弄完可能會先弄那一個 然後再看看我要再織什麼東西 這樣子 我應該還是會再找 我昨天發現我庫存還有很多 之前買Studio F的很多的那個庫存線 我就會想說 啊糟糕原來我之前買那麼多 所以我應該會再多織個 一兩件的下衫 可是我不想織重複的 所以我還在找我手上的織圖 看看有什麼冬季的毛衣可以把它換成 就是樣式適合換成下衫來織這樣子 所以以上就是我上一週以來的生活啦 然後對疫情的心得啦 還有我完成作品跟正在弄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最後就是跟所有的YouTuber一樣 就是有點小囉嗦 但是還是我覺得必須要講 就是請大家沒事不要出門 如果採買需要採買的話 請盡量用網購或是Uber Eats 或是Food Panda那種可以外送書 就是去店裡直接幫你送蔬菜或生活品的這種方式 那外送人員或是宅配人員來的時候 請對他們友善一點 因為他們真的很辛苦也很危險 那像我住在老公寓 現在我都必須到一樓去收貨 自己扛上就是扛上我家 那我知道很不方便 可是我們要站在他們的角度想 他們現在的那個送貨量超大 因為有的人一直在買不需要買的東西 我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家人 有的人也是會控制不住就是多買一些東西 因為無聊手滑然後就買了 那沒關係反正都買了 就是請對他們好一點 不要對他們生氣 因為現在譬如說我通常隔天就會送到的東西 現在都要變成兩三天 我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來 可是有的人就是火大 然後就會對送貨的人員很不客氣 我覺得不要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 必須要去就醫的朋友們 就是請對醫護人員好一點 因為他們是拿命在保護大家 他也不想做這個工作 可是對你 你可以說你可以不要做啊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會想要當醫生跟護士的人 並不完全是為了錢 他們薪水很高沒有錯 可是人家薪水高就應該被你糟蹋嗎 不是欸 他也是除了薪水之外 也是有救人的熱忱 他才有辦法繼續做這樣子的工作 像警銷也是 就是 人家就是高風險的職業 當然薪水就高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你拿很多錢 你就應該要這樣子做 不是欸 不是這樣子欸 所以請大家 像那個 之前那個是雙和醫院 就是 昨天的新聞 就是雙和醫院拿刀砍醫護的人 我真的覺得我想 就是我 我很想講很難聽的話 但我沒辦法講出來 就是 太可惡了 你真的會 會糟天錢 就這樣 就是請 請對醫護人員禮貌 禮讓 忍耐 因為他很辛苦 你們也很辛苦 大家都很辛苦 那至少你不用穿隔離衣 你不用 你不用穿上去就不能吃東西 不能去上廁所 你都還可以活動自如 所以就忍耐吧 不要 沒事不要出門 在家裡還是要不斷的洗手 你只要有去開門 或是公共的東西 你就是還是要洗手 然後 就是 在家裡的爸媽快瘋掉的 小孩是你生的 老師沒有義務要幫你帶小孩 你現在就知道老師在學校有多辛苦 你自己的小孩請你自己好好照顧 有些事情 剛好藉著疫情就是讓大家就是 重新發現自己 該做什麼 然後應該要怎麼樣修正的好時機 OK 那 家裡有老人的也請好好地控制他們 因為這不是開玩笑 因為我們 我已經不只聽一個朋友 因為我們也有醫護的朋友 然後新聞也有講 老人真的一旦染疫送進去 只要到插管的程度 他之後就是再見不到家 他一個人很慘地 在交互病房裡面 在ICU裡面插管 直到被 就是直到他往生 直到去火化 他都看不到任何一個他的家人 他就要孤獨地死去 你願意你的家人受到這種 這種 這種情況的離開嗎 不能接受吧 所以請看好自己家裡的老人 用他們可以理解的方式 讓他們知道這件事情有多嚴重 OK 那今天後面很囉嗦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講這些事情 就是請大家各自小心 然後不要添亂 盡量保護好自己 不要受傷到需要去到醫院 然後有一些小症狀 就是有很多的民俗療法 就是一些比如說多喝薑茶之類去感冒什麼的 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 還有一些很很簡單的科學中藥 就是一旦有輕微感冒都可以處理的 很多種方法 請大家自己去了解 互相交換資訊 小病可以處理的就自己處理 非不得已不要去浪費社會資源 就這樣 好 不要再說了 這越說越囉嗦 就先這樣囉 希望大家都平安 都健康 掰掰 不要忘記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掰掰